什麼面子? 24K金 像觸甘金喉一樣 24K金面 Calvin,Vanissianico的東西越出越高級 是的 開始搭配得起我了 是嗎? 這次要介紹這款 它是新款 但它沿用Nariette 42的潛水錶那一款殼 但它最特別之處是什麼? Vanissianico最喜歡的就是玩面 改面,改面也當新款賣 但也很受歡迎 這次是什麼面子? 24K金 像觸甘金喉一樣 24K金面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24K金? 24K金,即是觸甘 24K金,即是觸甘金,就是24K金 有些人可能未必知道 18K是什麼? 即是24分之18,即是75%是黃金 即是18K 對嗎? 哈哈哈哈 多一面講解 對,就是18K 18K,即是750,即是750 為什麼是750? 你加了其他合金,金會比較硬 沒錯,所以為什麼有人說24K以前 一條觸甘金的金條 那些牙去咬 因為它是軟身一點 它加上的補口是很少的 這隻24K金面 夠貴氣了 對嗎? 它的錶圈也是用回之前 Naride42的潛水錶的烏鋼錶圈 防水有200米 但是它雖然整個殼都是一樣 但是換了一塊面 感覺真的不同了 而且你只說24K 平時我不會無緣無故戴一條24K金的鏈 頸鏈,即是8兩金的鏈 我不會戴那些 但是原來做Dial的其實是OK的 對,還有強點一點 這24K金面 它不是plated 它不是碰到的 它真的有一層薄薄的24K金在上面 plated是另一個意思 那些針金水都倒進去 這真的有 雖然你想想到 當然不會有很多金在上面 它真的是一塊 有的就行了 還有24K金面 很帥 除了這個這麼漂亮的錶面之外 你覺得它跟之前 Naride42的鋼帶錶有什麼不同? 完全不同的感覺 因為這個品牌也是我其中一個 經常會介紹而有喜歡的 所以我很熟悉它們 一看我就發現 時間關係已經預備了 這個就是之前我們一向出開的款式 這個帶其實是很帥的 就是Canova Basin 沒錯 它很漂亮 但有一個不錯的地方 就是當你要長短去調整的時候 一大格扣走了 有時候剛巧我扣走了一大格 我又鬆了一點點 但我加了一格出來 我又好像 總之就是 簡單來說 它叫做沒有微調 現在新的這個款式 它換了一條新的帶 新的五珠帶 就是迎合大家要一些潛水的概念 在裡面 它製造一條有微調的錶帶 就是這一條很漂亮的錶帶 嘩 其實是切雞不同的 對 還有扣位上面這個十字位 亦都比之前的款式 那個帶 之前的十字位是膝塗一點點 好像有一點拉絲 是的 在上面這樣厚 但這個是玲珑浮凸的 沒錯 後面這個還製造了很光的 拋光的膽液 又有微調給你 應該 今次的標明沒有投訴 因為之前都說沒有微調 很麻煩 那樣各樣各樣 今次有微調 相信這條帶會很受歡迎 是 還有我覺得 taste來計 taste層剛剛好 如果那個圈都跟著粉 我就不帶了 是剛剛好的 我們來試一試 說漏了一件事 先補一下 這個標 都是用SW200的機心 所以這個標 截圓大約是不寫萬元 跟它現在的牌子的定位 瑞士機心來說 都差不多 仍然很有競爭力的價錢